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常地好 再次地在这个成功学院再和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 我是Alex Ong 我是一个Sherry Ruth 非常地荣幸 非常地高兴再次地和大家分享爱多美公司的介绍 我曾经说过 对于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或者刚刚从学院毕业的年轻人 好不容易的他找到了一份的工作 一般上在马来西亚 他们的薪水大概是多少 告诉我吧 两千 两千五 有没有三千 各位 有 很少 我就说 你的老板非常慷慨 每一个月薪水给你是三千 三千块一个月 那个是你的目标吗 各位 今天一个月三千块的马币 在马来西亚可以生活得好吗 各位 不可以 那什么时候 你的薪水能够从三千 能够起到一万年一个月 三年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能 六年可以吗 不能 九年可以吗 还没有九年呢 第六年 你可能会被老板炒你的鱿鱼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今天的世界 已经进入科技的世界 你那个老古董的思想 如果不上镜的话呢 老板炒掉你的鱿鱼 他再请一个新的年轻人进来 薪水还是从三千块开始 那么看来 如果这样子打工的话 我们很难一个月薪水能够起到一万元 大家认同吗 各位 认同 我给你两个方法 从三千块的薪水每一个月起到一万元 要不要 第一个方法是 把老板的女儿娶过来 第一个方法 如果不行的话呢 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如果你长得很漂亮 你就嫁给你的老板吧 你就是未来的老板娘了 各位 如果这两个方法都不行的话 那怎么办 各位 那我们就来做爱多美 好不好 谢谢 今天在场的我知道 有形形色色的人 来自形形色色的行业 有聪明的人 也有精明的人 也有高明的人 今天我要分享 公司这个介绍 聪明的人 一听啊 一看 聪明的人看得懂 精明的人 他一看 他看得准 高明的人 高明的人 高手 高明的人 他一听 他一看 他看得远 朋友 你到底是聪明 还是你是精明 还是你是高明 那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这三个都不是 我只能够送你一句海南话 叫做 Bonggang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什么叫Bonggang吗 各位 Stupid 那么我就准备了 这个 这个PowerPoint 一一的 我们马上进入了 很有诚细的 让你不但看得懂 还要让你看得准 更要看你看得远 好不好 掌声响起吧 太棒了 聪明的人 精明的人 高明的人 很多人都问我 Alex 到底爱多美 是一间怎样的公司 很简单 我说 爱多美呢 是一个超级大的 一个网购的平台 也就因为 它加上了 奖金的播放 因此呢 爱多美 也是一间 直销公司 爱多美 也是一间 传销公司 爱多美啊 它提供给我们 我们每一天 都需要用到的 日常用品 我们每一天 都需要用到的 个人用品 我们 爱美的女人 今天男人也爱美 我们有一系列 非常棒的 美容妇妇的产品 我们更有一系列 健康保健品 我们也有 非常棒的饮品 食品 还有妇人家 最爱的家具 未来的生活 在爱多美 还有很多 上百样 上千样 应有尽有 让您爱不舍首的 产品 所以呢 每一个人 生下来 都是消费者 不管你喜欢 不喜欢 也不管 你高兴 不高兴 更不管你有钱 没有钱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消费者 然后呢 每个人 都要摔牙 每个人 都要洗脸 都要洗头 都要洗澡 都要洗衣 都要做家务 那么今天 我们每一个月 或者每一个星期 我们的消费 在马来西亚 我们都是在 大卖场 我们去消费 我们都是在 百货 超级市场 我们去消费 但是今天 在爱多美 我们欢迎你 成为我们爱多美的家人 再成为爱多美的家人 是不用会员费的 然后你就可以 换个品牌 在爱多美消费 简单不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只不过 换一个消费的方式而已 那么今天 爱多美 它更提供给你的是 绝对的 优良品质 绝对的 低廉价格 这一句话 就是爱多美的 经营理念 那么换个品牌 换个品牌 你能够花 你本来就要在很多的超市 你原来就要花的钱 不过 在爱多美 花个人生 你在爱多美 你能够赚起 你本来根本赚不到的钱 那通过口碑相传 消费都能支付 这个就是爱多美 谢谢 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报导 我非常的兴奋 这个报导在韩国最大规模的传销的一本杂志 它是在2016年9月1号刊登出来 这本杂志说什么呢 它说爱多美已经稳固了在韩国的传销地位 那么经济活动的人口 每十个韩国人在韩国 就有一个人是爱多美的会员 什么叫做经济活动的人口呢 他排除了军人 排除了警察 排除了坐监牢的人 排除了学生 经济活动的人口的意思就是说 超过20岁的人 在韩国他们已经出来谋生了 他们已经出来创造经济了 这个叫做经济活动人口 大家能够理解吗各位 很好 那么爱多美 它已经不断地深入了我们生活的大众精品 韩国的统计 在2016年的7月份 这个统计学说 韩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呢 那个时候有2757万人 20岁以上的人呢 在经济活动的人口呢 有2727万人 就在2016年的那一年 爱多美在韩国 远远已经超过了274万人 意思就是说 已经超过了 韩国的经济活动人口的 多少个percent 10% 10个percent 那么就代表说 在韩国 每10个韩国人 有一个就是爱多美的人 你在韩国的大街走路的时候呢 你吃完了香蕉 你随便这样一丢 搞不好你会丢到爱多美的慧言 在韩国 每七个家庭里面呢 就有一个家庭的成员 他是爱多美的慧言 跟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这代表着爱多美呢 在韩国已经深入明星 那我们给公司个掌声 应该的 原来爱多美是2009年 韩国开始 2010年 他开发了美国 2011年 开发了日本 开发了加拿大 后来的三年里面 爱多美不开发任何海外的国家 爱多美认为 如果我们能够在美国 能够在日本 能够在加拿大 我们能够立足 未来我们将能在全世界 展示我们爱多美的能力 展示我们爱多美的实力 所以呢 2014年 爱多美开发了台湾 爱多美开发了台湾的那个时候 轰动了整个台湾的传销界 爱多美开发台湾 而台湾是第一个讲华语的国家 2015年 爱多美来到了新加坡 2016年 爱多美进入了全埔寨 2016年 爱多美进入了菲律宾 2016年 爱多美又开发了哪一个国家 各位 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 是在去年的几月份开始 各位 11月 走到今天 我们一年了吗 各位 还没有 爱多美 马来西亚 我们刚刚正在要学走路 我们还不会走路 我们还走不稳 爱多美 在马来西亚 潜能大吗 各位 非常的大 而且爱多美目前 马来同胞 开发了吗 各位 还没有 印度同胞 开发了没有 还没有 这两个同胞 如果一起来 爱多美在马来西亚的业绩 不是今天 马来西亚 爱多美的业绩 爱多美这一股的力量 将是不可挡 大家看到了吗 各位 看到了 掌声鼓励自己 掌声鼓励爱多美 马来西亚 而未来 爱多美即将要开发的国家 有哪一个国家 越南 越南有朋友吗 有 尤其是你朋友 是不是 我知道 各位 所以今天 你要对你的越南的劳工 你要对你越南的女佣 你要对他们好一点 好不好 未来是你的下线 你知道吗 爱多美也即将要开发 Indonesia 印尼大不大 哇 讲到印尼啊 单单印尼的华人的人口 他超越了我们整个 马来西亚的人口 印尼的华人能口大吗 各位 再加上 本土的印尼的 那个印尼人 这一个大肥肉 请问马来西亚的 爱多美的家人 请问新加坡 爱多美的家人 我们打不打印尼 我们会不会讲马来文 各位 这一个叫潜能啊 这一个叫商机啊 这一个叫机遇啊 人生啊 没有再第二次了 这一回啊 就在爱多美 印尼之后 爱多美准备要开哪里啊 各位 中国 掌声吧 如果 如果 爱多美开中国 我们开不开 你们打不打 如果有人说不打 你的下线一样打 总有一天你会乱乱打 总而言之 中国这一块大肥肉 他对我们马来西亚人 新加坡人啊 我们占了天使 我们占了地利 我们更占了人和 所以在爱多美呢 聪明的人 看得懂 精明的人 看得准 高明的人 看得远 因为 你看得懂 不代表 你会坚持 你看得准 不代表 你会 全力以赴 你只有成为一个高明的人 你看得远 你将会全力以赴 三年 再爱多美 三年 不放弃 五年 必成 大器 所以 三年不放弃 五年成大器 一起念 好不好 三年不放弃 五年成大器 三年不放弃 五年成大器 为什么我说五年呢 谢谢 为什么我说五年呢 每一个月的 成功学院 爱多美马来西亚 用心良苦 从老远的韩国 请来了 我们的 非常高阶的领袖 就好比今天来的 Royal Master Mr. Lim Bong Hu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他 各位 爱多美在韩国做了一年 他才开始做爱多美 韩国的爱多美做了一年 还不到一千个人 是不是啊各位 一年过后 Mr. Lim Bong Hu 他来的时候 他的ID 他的编号是几号 你们还记得吗 九百 九十七 还不到一千人 那么你看 从那个时候的第一年 过后 他才来到爱多美 他能够在短期间 应该是五年里面 他成 Royal Master 成为一个Royal Master 今天 我们每个人很羡慕他 他每一个月的奖金 收入 收入 USDollar多少钱 50,000USD Close one ice 50,000USD No ice tea 就五年罢了 就五年罢了 要不要各位 我非常敢挑战 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不需要五年成为Royal Master 我一谢 因为刚刚我讲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可能要用八年 成为Royal Master 如果你是一位精明的人 你可能要用七年 成为Royal Master 我是讲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是一位高明的人 我们用三年 成为Royal Master 因为中国要开了 因为印尼要开了 各位可以吗 各位 真的 我们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不要看扁自己 马来西亚人在台湾的地位 非常崇高的各位 你如果不相信 爱多美未来的三年 你就看吧 未来爱多美的三年 坐在这一排 从这边坐到这边 全部是马来西亚的Royal Master 而你就在这一排 你不要再坐后面一排了好不好 不要坐在后面一排了好不好 设下目标 未来的三年好不好 爱多美棒不棒 爽不爽 嗨不嗨 嗨不嗨 嗨 我都很嗨 好 为什么爱多美呢 能够那么快速的成长呢 因为它有三个绝对 首先我们都知道 爱多美的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y 爱多美的自学 它是绝对的 有良品质 它是绝对的 低廉价格 而且它是绝对的 无法仿效 什么叫做无法仿效 首先 爱多美的文化 没有办法仿效 首先 爱多美的 优良品质 你要看 它的背后有谁 没有人 可以仿效 首先 你要看 爱多美的 这一个制度 无法 完全 百分之百 你更要看 爱多美的 领袖 的心态 你无法 防晓 而未来 爱多美呢 将会进入 全世界 爱多美 能够 进入的国家 那这个就是 爱多美的 三个绝对 爱多美本身 没有制造 任何的产品 可是在 爱多美的背后呢 有两个机构 正在支撑着 爱多美 首先 第一个呢 是韩国的 原子能 研究院 Korea Atomics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那么 这一个 研究院呢 有 1300名的 科学家 它有超过 4000名的 研究人员 那么这个 单位呢 是属于 韩国政府的 单位 它就 跟 韩国 科码 Korea 联营 联营 组成了一间 在韩国上市的 一间公司 这一间公司叫 Korea Korea B&H 那我们来谈谈 科码 原来 科码 它是做 OEM 美容 跟 妇妇产品 如果我念几个 美容 妇妇产品呢 化妆品 那我相信 你们都有用过 但是 这个 Korea 它就 专门 OEM 给这些 全世界 很多的名牌 有哪一些的名牌呢 我不晓得 我应该不应该 可以不可以 念它的名字 我念头 你念尾了 有一个名牌叫 She Share 对 还有一个 Share Yay 还有一个叫 SK 对 还有一个叫 Johnson And Yay 还有一个叫 Kevin 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我念到来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好不好 所以 当我 我一听到 柯马是给这些名牌代工的话呢 我放了一百个心 因为你可以看到 柯马的技术 柯马的高级的技术 配合了韩国原子能研究院 那么他们生产的一些的产品呢 就交到给爱多美 爱多美 爱多美它本身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条行销通路 爱多美就通过柯马B&H的一些产品呢 流通到全世界 通过爱多美的这一个网购的这一个平台 帮不帮啊各位 所以它生产的这一系列产品呢 绝对无法防效 你在任何的国家 很难会遇到当地国家的这个原子能研究院 几乎是没有 全世界只有几个国家有 那也在这边呢 也谁也超越不了的绝对优良品质 谁也更低不过的绝对低廉价格 终于呢绝对无法防效 也因为绝对无法防效 我们的未来 公司的未来是不是更有保障 所以我要做爱多美 你要不要做爱多美 要 也因为有保障 我们才有未来 也因为有保障 我们才能够永续经营 也因为能够永续经营 我们的收入才能够持续下去 也因为持续的收入 我们才能够传承几代各位 传承三代 爱多美棒不棒 掌声再次响起 爱多美 她不只是要把韩国的产品 流通到全世界去 而爱多美 只要符合 绝对的优良品质 绝对的低廉价格的产品 它能够提供到全世界消费 所以爱多美 原来还要真正的做到什么呢 做到全球流通枢纽中心 英文叫做 Global sourcing Global distribution 那么全球采购 然后通过爱多美的网购平台 全球流通 就好比2014年 爱多美开入了台湾 原来台湾有一个非常棒的产品 老人家最喜欢 我年轻人更喜欢 那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各位 精油 贴布 你哪里痛 你就贴哪里好不好 你钱不够用 你就贴你的钱包好不好 那这个精油贴布 一盒 卖多少钱啊各位 对啊 110块马币 PV多少分啊各位 不呀 一万分啊 后面有人拿出来了 爱多美的精油贴布 你要随身带的 那么 爱多美来到了台湾 精油贴布这个产品 不是韩国做的 哪里做的各位 台湾做的 爱多美已经做到了 旧地取材 只要你的产品 优良品质 只要你的价格 绝对低廉 价格 爱多美乐意的 把你优良的产品 低廉的价格 通过爱多美的平台 让我们流通到全世界 好不好 非常好 我在期待马来西亚 有一个产品 绝对的优良品质 我告诉你 有一个产品 绝对优良品质 这个产品如果打中国呢 我跟你签一个保单 市场一定保 要不要知道 马来西亚的榴莲猫山王 只要你是能够负荷 绝对的低廉价格 那三回过后 要跟董事长 OK 我们的自行董事 Mr.Alex D 沟通一下榴莲猫山王 OK 让我们所有的产品 都通过爱多美而流通 好不好 这个就是爱多美 OK 然后呢 爱多美的优势 其实爱多美正在打造一个 让人人都可以成功的平台 有一句话说 一个普通的人 如果能够在一般的传销公司 能够上到最高阶 那是一个奇迹 爱多美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一个普通的人 在爱多美 只要不放弃 未来的三年五年 如果他不能够成功 那才是一个奇迹 OK 因为啊 谢谢 因为进入爱多美 成为会员是不用钱的 在爱多美 明年你的会员器到齐了 要不要更新 要不要renew了 各位 不用 不过爱多美 只是附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条件 你的名次 你的account 一年里面 十二个月里面 你最少要买一样 产品 那你会买什么产品 最便宜的什么产品 亚刷 亚刷一盒 OK 你的会员将能够保持到明年的今天 很简单 所以 不管你的背景 不论你的年龄 不看你的长相 爱多美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 爱多美不强迫你卖产品 No hard sales 爱多美不强迫你去大肆的做推销 其实爱多美呢 它是让你成为会员 那么你家里切乏什么 你就在爱多美购买什么 你也无需乱乱买 别的传销呢 它鼓励你乱乱买 你买越多 公司越开心 在爱多美 你乱乱买 买越多 你会接到公司的电话 你相信不相信 各位 其实爱多美它是正在颠覆 传统的传销 爱多美它正在改写 未来传销的历史 大家同意吗各位 而今天你来出席爱多美的成功学院 今天你已经是爱多美的会员 你就是走在爱多美的前端 你就是爱多美的先锋 未来你看我们的背后 还有很多的国家 等待开放 各位 这个平台是不是很棒啊各位 太棒了 最后我们来听听 我们来看看 爱多美这一间公司 是不是很值得 我们投入的去做 我们全力的以赴 那么首先 我鼓励大家呢 在爱多美 如果你不用爱多美的产品 你肯定终身遗憾 在爱多美 你不做爱多美 你肯定遗憾终身 好 既然我们是一名经营者 我们来分析 爱多美的天使在哪里 爱多美是否既有天使 如果爱多美没有天使 算了吧 我们用用爱多美的产品就好了 我们成为爱多美的消费者 也就可以了 爱多美有没有地利 爱多美的地利是在哪里 如果爱多美不及备这个地利呢 我们也算了吧 重点是 天使有了 地利有了 唯有切发人和 我鼓励你 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你不要做 爱多美呢 如果既有天使 地利 人和 我们就全力以赴吧 那么在这边呢 引许我用一小段的时间 和大家分析 什么叫天使 天使就是天机 天机就是时机 就是一个机翼 什么叫机翼 机翼在你这一辈子 机翼在你这一生 只能够出现一尺 你不好让这个机翼 跟你擦肩而过 而爱多美呢 它就是一个趋势 你看 爱多美2009年从韩国开始 走到今天 在韩国几年了 各位 八年 十个韩国人 有几个是爱多美的会员 一个 几个韩国的家庭 就是一个家庭 是爱多美的会员 几个 七个 今天 已经发生在韩国了 你知道吗 在爱多美韩国 手机 都能够在爱多美购买的 你们知道吗 各位 然后 你的下线 如果买了 在韩国买了一台的手机 它每一个月还的电话费 不管它还多少钱 电话费都有计分的 你们知道不知道 各位 这一个叫趋势 未来 在韩国 一个家庭 不管多少人 去CN看戏 买戏票 有计分 棒不棒 各位 这一个就是趋势 各位 还记得吗 手机 有两种 一种手机 叫做传统的手机 这种手机 只能够打进 只能够打出 第二种手机 就是今天我们在用的手机 它叫做智能手机 它叫做smartphone 那么 今天 传统的手机 已经被淘汰了 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在用的是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 它备有 计算机的功能 拍照的功能 SMS的功能 WeChat的功能 Line的功能 还有Facebook的功能 什么功能 都有 你问问一下 年轻人 这两种手机 他愿意的买 哪一种手机 各位 smartphone 他一定会买智能手机 爱多美 通过这个 global sourcing global distribution 就是全球采购的 这一种方式 他流通到全世界 他的未来 是不可挡 未来 全世界的人口 可能是十年后 可能是二十年后 你们还在 可能我拜拜了 十个人口 只要有一个是 爱多美的会员 那一天 你要穷都几难 所以 爱多美 这一艘船 我们必须要 小心 行驶 万年 船 这个叫 趋势 趋势的意思说 它已经发生了 它在韩国 已经发生了 而未来 它肯定影响 全世界 未来 它将会 非常的流行 这个叫 趋势 今天 马来西亚的 传销的领袖 很多其他 传销的 大领袖 马来西亚 有很多 保险 保险 事业的 高级的经理 在去年 他们听到 爱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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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耳镜 左耳 出 六个月后 他们开始要知道 什么是爱多美 你们知道 为什么吗 各位 因为 因为 影响了 很多的家庭 很多人都已经在谈 爱多美 各位 这一个叫 趋势 未来的 未来的六个月 马来西亚 三岁的小朋友 你问他什么是 爱多美 他会拿出 金油贴布 各位 这一个是 未来的趋势 所以呢 趋势 就是 一个 天使 我看到了 这个天使 高明的人 你看得远 高明的人 他会看看 这个地利 爱多美的地利 在哪里呢 首先 我们来问问 爱多美的市场 在哪里 爱多美的市场 大吗 各位 爱多美的市场 它不是大 它是非常 大 那么 产品 有没有市场 我们已经知道 产品的市场 非常的庞大 然后 做得久不久 这个才是关键 你做得久不久 你的下线 做得久不久 这个是关键 关键主要呢 建立在产品 产品主要建立在市场 产品不好 市场 市场没有 每个人都做得不久 但是爱多美的产品呢 今天 已经感动了 千千万万的家庭 产品如果能够感动到 每一个人 这个市场 不但很庞大 而且呢 我们能够做得 更久 那么 当一天 我们老气的时候 我们拜拜的时候呢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 我们的真孙 他们都要用到的产品 所以今天 爱多美的产品呢 非常好用 我们每一天都在用 我们的孩子也在用 我们的孙也在用 未来我们的真孙也在用 各位 这个叫地利 这个叫市场 那么 我们做得来吗 今天 爱多美的牙膏 爱多美的牙刷 容易分享吗 各位 容易分享吗 各位 爱多美的 夫妇产品 容易分享吗 各位 如果不容易分享 让他看看 你的脸孔 各位 看看 Alex Ohn的脸孔 帅不帅 真的吗 你不要骗老人家 昨天晚上 我在Chara Synergy的中心 做一个分享 有很多的Langso看到我 哎呦 Alex 你的脸啊 整个涌光幻化 我说真的吗 哈哈 对一个 对一个 六十岁的人来说呢 有这样的肤色 已经是 怎么 各位 非常棒 然后他问我 哎 掌声一下 哇 这边很有心啊 你们这边没良心啊 掌声那边开始的 人家讲到半死了 呼 掌声要积极一点啊 哇 这边很有良心啊 哇 我讲三十八 还讲三十六 谢谢 我把良心给你 你不要把肺给我 好不好 那个叫良心狗肺啊 然后 那么我就告诉他 我 我第一个产品 我用的是 爱多美的那个四件组 其中一个叫Foam 每一天 最少用三次到四次 每一天 早上洗一年 一次 冲凉 一次 晚上冲凉 一次 上床之前 一次 然后呢 我肯定会 爱用爱多美的 i cream 不是ice cream 爱多美的i cream 我的眼袋 看到是不是比较浅的 各位 如果一天 我的眼袋 已经没有了 他变二十八岁 所以爱多美的产品 我们也在用 未来孩子也在用 我们的每一代都在用 你做这个市场 倒不大各位 爱多美刚刚开发 泰国 你知道泰国的产品 卖的 不到十五分钟 第一天 Sold 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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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祈祷 气孔 出言 Sold out Sold out Sold out 那一天我在Bangguk 我不会气孔 出言 我在那边 我很开心 我告诉泰国的伙伴 你知道为什么 那么快 收到吗 因为我们的产品 被你们泰国人 抢走了 因为我们的产品 太棒了 这边比较有良心 你们良心都没有了 对啊 所以爱多美很容易做 将来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做 我们的孙子也可以做 我们就能够永续经营 所以各位 我们能够做到复制 最终 爱多美这个事业 它建立了 口碑 相传 OK 爱多美很简单 你只要把用过的产品的体验 用过产品的心得 你去跟其他人 分享 你就把你的感受 感染其他的人 它不但能够100%复制 通过口碑相传 这一个事业 我们一定要拿下 我们一定要做下 最后 爱多美的人和 什么叫人和呢 人和就是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建立不好 这个事业一定是破碎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建立不好 家庭都会分裂 有一句话说 家和万事心 对了 爱多美 我最崇拜的是 爱多美的文化 打从第一天 我见爱多美 马来西亚分公司的经理 Mr.Kim 我就请教Mr.Kim 请你告诉我 爱多美的文化 各位 爱多美的文化 它建立在 原则中心的文化 爱多美非常严格 You don't believe me 一个公司如果严格 我们才有未来 同意吗 各位 在爱多美原则中心 是 不准挖线 不准抢线 不准骗线 不准抢人 同意吗各位 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遵守 爱多美的原则中心 那我们将能够做到 家和万事心 新来的朋友 旧朋友都好 如果爱多美有灵修 爱多美有慧言 他要你用你爸爸的名字 跑去他的团队 请你打个电话给公司 如果你不敢打电话给公司 打电话给你的上线 如果你没有你上线的电话 随便打给一个爱多美的中心 长好不好 如果爱多美的中心长 刚刚好正在抢人 你打电话给Alex Ong 好不好 我会去拜访那个中心长 我会请那个中心长喝咖啡 我会改变那个中心长 好好地做人 因为爱多美这个事业 我们追求勇气经营 你们说好不好各位 所以爱多美它的文化精神 爱多美的企业精神 建立在哪里呢 建立在一个叫做小孩自学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企业 一般的传统的传销 他们是建立在小牛自学 听好哦 小牛自学 爱多美的文化是小孩自学 什么叫做小牛自学呢 农人他养了几头的小牛 他每一天都在喂小牛 希望小牛吃得好好 希望小牛吃得饱饱 但是农人有一个用途 他希望小牛未来成为一头母牛 成为一头奶牛 他就每一天能够挤他的奶 每一天都挤奶 奶能够拿去卖钱 因为有商业效应 有商业的用途 挤到那一只母牛 挤到母牛没有奶了 剩下最后的一滴 也不放过把它挤掉 那么母牛没有奶了 母牛断奶了 最后还有最后的一个经济效应 把母牛给杀了 然后去卖钱 母牛就拜拜了 这个叫小牛自学 因为有经济利益存在 很多的传统的传销 就是因为小牛自学 进年吧 要不要钱了 各位 要小牛自学 第二年要不要renew了 要小牛自学 每一个月要不要maintainant 要不要保持 要小牛自学 强迫你一定要卖产品 卖越多越好 小牛自学 上线起伏下线 下线起伏旁线 下线骂上线 上线骂下线 上线骂螃蟹 骂公司 骂到乱七八 找小牛自学 为什么会小牛自学 因为他的文化很脆弱 我们来看看 爱多美的小孩自学 什么叫做小孩自学 妈妈把宝铺生下来的时候 妈妈毫无条件的 中文 Wirtschaft 给 baby穿着最软 怕 baby照亮 怕 baby受寒 怕 baby生病 怕 baby 怕baby 怕baby 妈妈就是不断的在呵护baby 妈妈告诉baby 妈妈告诉小孩 孩子啊 妈妈不要求你什么 只要你乖乖的长大 长大成人之后 做一个有用的人 你能够对自己的弟弟 对对你的妹妹 对家人 对家族 对民族 对社会 对国家 有贡献 妈妈 高兴了 各位 我们baby的年代 妈妈不会告诉你 baby啊 你长大的时候啊 你每个月要给我五千元啊 如果你做不到啊 人别现在就给你捏死啊 有这样的妈妈吗 各位 没有爱多美的文化 小孩自学 代表着公司的这个文化 他要客户生存 他要供应商生存 他要员工生存 他要每一个人都能够生存 这个就是爱多美的文化 他要每一个人都在爱多美的平台 都能够成功 帮不帮各位 好 这一个就是小孩自学 那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领袖们 伙伴们 新朋友们 如果你问我 忠视爱多美的产品吗 忠视爱多美的制度吗 忠视公司背景吗 我告诉你 我非常的重视 但是 我更加更加的重视 爱多美的文化 有了文化 我们才能够生存 有了优良的小孩自学的文化 我们才能够勇气经营 我们的收入 才能够持续的更久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下一代 才得到勇气 各位 这一个就是每一个人要的 刚刚我们的智庆董事长 Mr.Alex Lee 他说 你们的经济状况好吗 请问 你们的经济状况好吗 好 大多数都不好 因为好的有三两个 所以呢 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经济状况 为了要帮助更多的人 完成他们的理想跟目标 为了要改善我们的家人 还有未来 各位 爱多美是最棒的 我们一起来发展 我们一起同心合力的 把爱多美做起来 家家户户都有成功的未来 谢谢各位 我的分享到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